家 已經都不存在了 小時候的玩伴 同學 也不見了 有些時候 再見 各自的生命體悟不一樣 各自關心的事物也不同 往往是雞同鴨腳 話不投機 好像只剩那些客套 西甲的打屁寒仙 小時候 每次在這裡拜拜 週子上百碗雞品 我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 就拿起喜歡吃的東西往嘴裡塞 不顧世俗的雞尾 和大人的嚇阻 現在想起來 滿滿都是像子女的記憶 我的個性在此 慢慢的已經成形 小學的老師給我的評語 身性倔強 頑固好玩 倒進了我的一身 在這裡嗎 我相信 分開